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国论坛掀起了非常大的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如果只是欠缴,可能会是很忙没能顾到 但是扣押就不一样了 这是要好几个月欠缴才会扣押的 这期间,电话、短信、卡通、保险公团会用各种渠道联络的 那为什么其他成员们没有欠缴呢? 大家都做了,只有一个人没做的话,就是他的错啊 为什么只有公司道歉本人不道歉呢? 是把个人问题推给公司吗? 但是真的很好奇为什么没缴纳 是不怎么贵的健保费 也不能只说失望了 因为已经有了四次的扣押通知 所以是很长时间欠缴了 怎么会谁都不知道呢? 之前还动了手术,不可能不知道的 应该就是故意没缴纳吧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BTS故意不缴健保费 正常人应该都会觉得这句话很好笑吧 旁滩又不是最近才红的 暴红都已经有了五六年 健保费的上限是365万 应该好几年都是缴纳了这个金额 我觉得就是个失误 可能住的地方跟户籍地不一样 没有看通知单的习惯 只是觉得为什么没有申请自动转账呢? 都绝款好几亿的人 会故意不缴纳几百万的健保费吗? 因为公司的失误没发现到 收到扣押通知后 全额清款了不是吗? 为什么会有人一直上传差不多的贴文呢? 我还以为是什么逃税隐医财产了 说白了 就用每个月银行账户里的利息钱 就可以缴纳所有税金保险等费用了 形象最重要的艺人 记者们每天都会盯着的当红艺人 会为了心疼这点钱而欠缴吗? 甚至其他税金什么的都没有欠费 然后因为网上也有人上传了 一丝是几名的扣押通知书 所以也有媒体在报道 可能是公司内部人 故意将缴费单扣押通知单给漏掉了 毕竟想要在网上下载扣押通知单的话 必须要输入几名的身份账号码才可以 不管怎么样 现在就算没有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 今天这件事情做错的还是做错的 希望以后几名家人公司都能多加注意一下 对于几名的健保费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出道首次在观众的呐喊下演唱的ESPA 2020年11月出道的ESPA 因为新冠病毒的出现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在观众呐喊下演唱过 而没想到出道两年来 首次的观众呐喊下演唱 竟然是美国的Kochella音乐节 当天ESPA演唱了 Blank Mamba, Savage, Nest, Lobo, Life to Short等共五首歌 现场反应非常热烈 但是在韩国论坛的反应 却是非常两极化 什么因为有一些人说唱得不好 所以有一直在看 很好啊 Winter实力就是很好 您您有一点点的不稳 但是其他成员们想都是信任的话 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种现场舞台经验不多 所以还不适应而已 有一些经验的话 应该会变得更好的 个人觉得不怎么样什么的 这种留言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怎么这么多奇怪的留言呢 他们是被邀请去参加的 而且这次出道后 第一次在与这种与粉丝们互动的舞台演唱 有必要一直在分析声音怎么样 舞台掌握怎么样 拿着行为镜来分析吗 我是别家粉丝 但是觉得唱得很好啊 音乐节的舞台 本来就不是要跟CD唱的一样 这样很有现场感啊 对于espa的coachilla舞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了 如果大家有自家idol们 可爱的感动的搞笑的 不管是什么 想要给大家介绍 案例一下的内容的话 都可以用ig或者email投稿给我的 虽然有时候因为私信有点多 无法及时确认 但是只要确认了 就会想尽办法做成影片 介绍给大家的 请订阅